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清了却没法下定决心斩断关系 那么也许悲惨的结局早就注定了 就如同今天这个关于跨国婚姻的悲剧一样 让我们一起进入刁爱萍夫妇被害案 2016年4月13日晚上 美国南加州西科文纳市的911报警中心 一下子接到了好多报警电话 所有报案人都表示 他们听见了多声枪响 还有小孩子的哭喊声 而这些报警电话 通通都指向了同一个地址 东欧湖大街1300号的一栋双层别墅 这里住着华裔工程师汪勋力的一家五口 以及他来探亲的岳父岳母 接到报警后 警方迅速赶到案发现场 在他们敲开那栋别墅大门后 屋主汪勋力看上去非常害怕 他全身不停地抽搐和颤抖着 然而他的眼中却闪烁着某种癫狂的光芒 他告诉警察 有人想杀我 我差点就遇害了 警方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 一进屋 他们便听见一楼的卫生间里 有着一阵阵的抽气声 他们立刻踢开了反锁的门 发现卫生间里有三个小孩 惊恐万分地抱在一起 其中最大的小女孩只有八岁 其余两个小男孩分别只有六岁和三岁 他们身上有着血液飞溅的痕迹 还好经过检查后 发现他们并没有受伤 安置好他们后 警察走上了二楼 他们首先在二楼的楼梯口 发现了一名女性受害者 她躺在主卧室的门口 身中竖枪 身边散落着几颗门牙和打空的子弹壳 墙上有血液喷溅的痕迹 再往前走几步 在主卧的右边走廊上 还躺着一具老年男性 这名男性同样是身中竖枪 有的子弹甚至打穿了身体 镶进了木板里 可以说是枪枪致命 她的身上沾满了已经开始凝固的血液 根据血迹的形状和喷射的角度 法医表示 死者中枪时正躺在地板上 在老人的手边还有一把菜刀 在这个血迹事件的恐怖现场 他却出奇地干净赠量 很快 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这两位老人都是来自中国四川 这次是来探亲的 名叫刁爱萍和张书 他们正是汪勋力的岳父岳母 根据邻居们的证词 汪勋力一家刚刚搬来这个街区不到一年 屋主汪勋力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好 他很少出门 偶尔在路上相遇 也是沉默地低着头 不爱和人说话 警方还打听到 案发前几天 有一位邻居 曾听到过汪勋力的家里 传出过非常激烈的争吵声 当时 他以为这是中国人正常的沟通方式 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对于调爱萍夫妇 邻居们都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这两位老人是近期才来到美国的 他们虽然不会说英文 但对人却非常的友善 在街区散步时 他们还时常和邻居招手执意 负责此案的警长表示 法医在汪勋力的身上 检测出了大量的枪弹残留物 手枪板机上的DNA 也与他完全匹配 因此案发后两天 警方正式逮捕了汪勋力 由于案件情节严重 作案手段残忍 嫌疑人在开庭前不得保释 可汪勋力不服 一直在为自己喊冤 还说自己完全是被逼的 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才使得汪勋力 对自己的岳父岳母痛下杀手呢 受害人刁爱萍和张叔来自四川 在遇害时都只有60岁 两人十分恩爱 是小区中公认的模范夫妻 和邻居的关系也很好 在刁爱萍退休前 她是成都一所外国语学校的后勤老师 她的学生形容她为人温和 颇有才气 她的妻子张叔性格外向 十分有活力 喜欢跳舞和打太极 是小区中的文艺骨干 还有工艺活动的积极分子 从经济状况来看 两位老人算是同龄人当中比较宽裕的 不仅在四川有着房产和门店 还在海南置办了度假的房子 因此 他们的晚年 有着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 唯一让他们操心的 就是他们的独生女 刁丽 在邻居眼里 刁丽是个性格文静 知书达理的好姑娘 她生于1981年 毕业于四川大学医学院的护士专业 毕业后就在华西医院做了护士 就算后来刁丽嫁给了远在美国的汪勋力 也会常常飞回国和父母常住 然而 亲戚朋友和邻居 却从来都没有见过汪勋力 刁爱萍夫妇的解释是 汪勋力在美国的工作 涉及到了一些需要保密的军工内容 所以回国探亲 有些不太方便 2015年12月 这是刁爱萍夫妇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美国加州探亲 是汪勋力和刁力结婚近十年以来 第一次和这位女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按道理来说 父母都喜欢在朋友圈 晒晒自己儿女的照片 特别是出国团聚 这种特殊的时光 然而 刁爱萍夫妇 却从未在朋友圈里晒过照片 更是从未和亲戚朋友 提起过自己的女婿 按照原定计划 刁爱萍夫妇将于2016年4月19日回国 不知为何 他们将归期提前到了4月15日 他们在国内的亲朋好友 本来都准备好了为他们接风洗尘 但却没想到的是 等来的却是刁爱萍夫妇 客死异乡的恶好 后来在法庭上 刁力对法官说 警察告诉我 我的父母在家里被害 虽然没有说凶手是谁 但是我心里马上就知道了 肯定是我丈夫干的 在刁力的眼中 汪勋力是个非常凶狠的人 但汪勋力的同学 却有着相反的说法 他们认为 汪勋力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个前科累累的歹徒 那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汪勋力呢 汪勋力生于1972年 是家中的独子 她的父母也来自于四川成都 由于汪勋力是一位航空航天专家 初中时 汪勋力便因为父亲的关系 去到了北京上学 但因为她的四川口音 而常常被北京的同学嘲笑 就算有人欺负她 她也因为胆小怕事而从不反抗 90年代初 汪勋力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 之后便留了下来 随后 汪勋力与母亲也一同搬到美国生活 来到美国后 她仍旧表现得很老实 总是唯唯诺诺 从不敢惹是生非 她的朋友圈子也非常小 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中国学生 也从未交过女朋友 2000年左右 汪勋力入职了加州的波音公司 任职工程师 主要负责的是军事卫星方面的工作 过了两年 她又跳槽到了世界第三大军工生产厂商 格鲁曼公司担任检测工程师 年薪10万美元左右 那个时候 汪勋力已经年过30 却依旧没有女朋友 她的父母便开始为她张罗婚姻大事 为此 他们多次往返成都 替儿子物色妻子 2015年 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 汪勋力认识了比她小9岁的凋利 一个月后 他们迅速在中国登记结婚 两年后 凋利便持婚姻绿卡来到了美国 与丈夫还有公婆住在一起 其实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美好 因为汪勋力的控制欲太强 凋利做的事情 买的任何东西 都需要经过丈夫的允许 而她和婆婆的关系也不怎么融洽 总是因为做饭买东西 这样的琐事发生争吵 即使在2011年 凋利取得了美国的护士执照 也不被允许出去工作 家中的钱还全部都由汪勋力一个人掌管 即使后来 他们陆续生了三个孩子 也没能让他们的关系好转 汪勋力还常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大发力挺 凋利说 他们吵架的时候 汪勋力除了怒骂她的一切 甚至还扬言要除掉她的父母 大约是因为汪勋力从没有在男女关系方面 有过成功的经验 这段跨国婚姻变成了她唯一的高光时刻 估计在她的眼里 凋利能来到美国 能获得注册护士资格证 完全是因为嫁给了她 这一切都是她施舍给凋利的 而凋利的年轻貌美 更让她没有安全感 这许多的压力下 她采取了她能想到的最直接粗暴的方法 那就是将凋利控制在家里 可是凋利是个受个高等教育的人 根本接受不了没有自由的生活 于是她并不会按照汪勋力的要求去汇报一切 而汪勋力发现 言语恐吓不了妻子后 就将言语暴力升级到了肢体暴力 2013年2月 凋利和汪勋力又一次因为琐事而争吵 渐渐的汪勋力又威胁要杀死凋利和她的父母 而这一次凋利并没有退缩 她不甘示弱地回骂了回去 结果被激怒的汪勋力突然揪住凋利的头发 对她的太阳穴狠狠地打了几圈 直到汪勋力的父亲前来劝阻 她才停下手来 而凋利也因为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对待 而选择了报警 警方调查后以家暴罪逮捕了汪勋力 但冷静下来的凋利 为了孩子们又决定撤销起诉 只是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四川 虽然起诉撤销了 但汪勋力还是因此丢掉了工作 而且在之后的求职路上不停地受阻 最终只好在一家做军工零件的小公司 做技术检测员 年薪也因此从十万元跌到了四万美元 回国后 凋利表示想要离婚 但她的父母却不停地劝她要为孩子着想 好好地和汪勋力修复关系 凋利的父母曾对朋友说 凋利是因为小孩子在国内的课程跟不上 又考虑到国内的课业压力比较大 美国相对比较轻松 因此在双方父母的推动下 她才决定要回到美国 2015年2月凋利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美国 同年7月她和汪勋力搬家到了西科文纳市的新房里 也就是案发的这栋别墅 凋利说刚回美国时汪勋力对她很好 甚至在工作之余还会帮忙做些家务 本以为丈夫已经改过自新想要重新开始 可就在一个月后 汪勋力却再度失业 两人又从此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 2015年9月 为了养家糊口 凋利再次申请了护士执照 也最终被允许出去工作了 但条件却是要她把工资 直接打入汪勋力控制的银行账户里 凋利连密码都不能知道 2015年底 因为凋利要在外工作 三个孩子就缺乏照顾 于是汪勋力同意让岳父岳母来美国帮忙照顾孩子 本来凋爱萍夫妇计划在美国居住半年就回去的 但在女儿上班期间 常常和女婿相处得不太愉快 于是他们决定提前回国 凋利表示 家里的氛围很奇怪 父母还时常和汪勋力发声不快 就这样 到了2016年4月 刁爱萍夫妇和汪勋力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汪勋力竟然对着岳父母 愤怒大喊道 我要让你们消失 连警察都找不到你们 两位老人当时都以为 这只是气话而已 并没有当真 只是把回国的机票提前到了4月15日 谁知道 就在回国的前一天 惨剧发生了 2018年9月 刁爱萍夫妇被害案正式开庭 被冠了两年的汪勋力 瘦了不少 她穿着蓝色的球服 神情平静 坐下后 她对法官说 自己枪杀岳父母并不是蓄意的 仅仅是因为枪支走火和自卫 她说 案发当天 在妻子外出工作后 刁爱萍叫她上楼 并且告诉她 他们打算在美国常住下去 汪勋力表示反对 可岳母张叔言语挑衅 对她推推嗓嗓 甚至于抄起菜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威胁她要立刻同意这件事 被逼无奈的汪勋力表示要报警 岳母意识到可能会被遣送回国后 她的态度立刻大转弯 还跪在地上 恳求汪勋力不要报警 汪勋力告诉她 只要他们立刻打包行李离开 她就不会报警 说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等了一会儿 她说当时家里出奇的安静 感觉到有些害怕 于是她拿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回去一探究竟 谁之意推开门 躺在地板上的张叔 立刻抱住了她的腿 在争执中 手枪走了火 她一枪打在了张叔的脸上 接着岳父刁爱萍 手持菜刀也冲了上来 汪勋力为了滋味 不得不对她开枪 汪勋力称 在这之后 由于岳父母对她发动进攻 她觉得非常的愤怒 所以又将手枪的弹夹装满 朝着岳父母打了弱干枪来泄愤 冷静下来后 她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便打算步行前往警局自首 没想到警察却先一步敲开了她家的门 聪明的你可能早就发现 这份供述逻辑混乱漏洞百出 在很多地方都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 刁爱萍夫妇在第二天就要回国了 就算是他们临时改变主意 也应该等到女儿下班以后 先和她商量 而不可能用激进的方式去告诉 原本关系就不好的女婿 其次汪迅丽的孩子们的证词展现了另一种情况 汪迅丽的大女儿作证说 她曾听见外祖父让汪迅丽不要吵 还听到外祖母的哭喊声 但她只懂得少量的中文 无法说明具体的情况 而他们最小的弟弟 当时竟然就在外祖父母的房间里 在第一次呛呛后 只有三岁的小男孩一个人跑下了楼 和姐姐哥哥一起躲进了卫生间 她的睡衣上沾满了鲜血 汪迅丽的大儿子也作证说 她曾经悄悄地上了楼 她看见外祖母跪在地板上 父亲汪迅丽站在她的面前 吵她大吼大叫 并且她说 在案发前 父亲曾逼着他们玩射击游戏 而标靶正是自己的外祖父母的照片 如果说这些都属于辅助证据的话 法医给出的实质证据则完全推翻了汪迅丽的供述 法医表示 两位老人各中了12枪 而且大部分都是致命伤 特别是张叔头骨中的子弹 那是只有在开枪者处于压制性上风时才会出现的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走火 更何况 在汪迅丽的身上没有一点扭打的痕迹 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 法医推测 在第一次中枪后 两位老人并没有立刻死去 也就是说 他们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被汪迅丽无情地补了第二轮枪 2019年1月 法官裁定汪迅丽两项一级谋杀罪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25年内不得假释 事情发生后 和汪迅丽有过交集的人都不敢相信 曾经那个和女生说话都会脸红的男人 居然对妻子有着如此强的控制欲 那个唯唯诺诺 胆小怕事的男人 居然能对家人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直到最后 汪迅丽也未曾认罪 我们也无从知晓 到底那天汪迅丽和刁爱萍夫妇说了些什么 但也许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遇到像汪迅丽这样殷勤不定 孤僻偏激的人就应该早些抽身 多些警惕 俗话说得好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如果刁爱萍夫妇和刁立 在事后能果断离开 也许就能避免这样悲剧的发生了